英国威廉王子在昨晚抵达中国北京之后 今天展开了一连串的行程 并且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英国媒体BBC一篇评论指出 威廉王子这一次的出访有五个敏感议题 就好像是被关在房间里的大象 必须要靠威廉王子的智慧轻巧应对 英国威廉王子开心的在北京故宫前合影留念 就是继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后 30年来第一位正式造访中国大陆的英国王室重要成员 在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 除了签署了中英双方文化交流的协议 威廉王子转交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函 邀约习近平也在今年内到访英国 英国媒体BBC一篇评论曾指出 威廉王子此次出访 他的父亲查理王子可能成为晋级话题 因为查理王子曾公开批评 中共不尊重历史 甚至在前中共打回江泽民访问伦敦时 查理王子也回避参加官方宴会 除了查理王子 外媒说 清末列强侵略的历史 中共一党专政对思想的钳制 及对香港政局和西藏达赖喇嘛的态度 都是威廉王子育语还修的议题 威廉王子一项致力于野生动物保育问题 预计在4日前往云南参访大象保护区发表演讲 有报告指出 中国是导致今年来非洲野生大象遭到非法猎杀的最大元凶 新航亚太电视张瑞珍编译